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 今天周六是我们北京衣食跑团2024夏季训练营的第八课 今天这次条件非常好 到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场的田径训练场 还不是正式场,正式场在画面的前方 现在画面的左侧的区域 远处就是隐隐约约是可以看到鸟巢的 这个位置也是咱们国家田径队训练的地方 今天这次训练课 经过我们团员的努力 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场所 训练课的内容 前面有一些热身的跑圈 后边会有搞一个4×400米的接力和100米的飞人大赛 飞人大赛 这次的训练课竞争性是非常的强的 前面的团体宝操倒是成了大家的一个热身的训练项目 我们前几次的训练场都规模相对比较小 不是标准场 这个一下子到了这个标准场感觉有点 好大呀 这个场地啊 队员们在7点多钟的时候集合好啊 先集体组队跑圈 下训营70多个人72名这个团员报名了下训营啊 每次基本上是属于满变啊 偶尔有团员临时有事值班啊 因为毕竟全员都是医务人员啊 前车有的时候值班调不开啊 这个个别团员请假啊 每次都是绝大多数团员都能到场啊 参加我们的这个下训营啊 每次的课程安排也不一样啊 有这个长距离拉链啊 有这个跑间歇啊 有跑这种渐加速啊 很多的训练课啊 最近的几次课是短跑的这种爆发力的这种训练啊 所以安排的是4乘400米的接力啊 还有100米的这种竞速训练啊 这和我们日常的训练的长跑内容不太一样啊 刺激性非常的强 讲究一个爆发性的 第一堂这个4乘400米的这种接力的时候就有队员因为 呃过度兴奋啊 在赛道上都受了一些轻微的啊 轻微伤 开场的这个热身跑圈啊 大家把这个筋骨啊 都舒展舒展开来的都很早啊 这个团圆在北京各个地方都有啊 密云延庆啊 非常远 通州啊 这个石井山大型方向也有 前面陆续啊 跑完以后啊 活动开以后 后边就是开始我们的这个 100米啊 100米的这个飞人大载啊 其实我们大部分是跑长跑啊 而且都是属于大众 大众选手啊 这个叫飞人可能有一点自嗨的这么一个意味啊 但是就我们来说啊 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去争取啊 我们的参赛的号码牌 每一名上场的队员 本来是应该有发令枪的 但是因为可能是天热啊 这个天 这个属于福天啊 湿度很大 我们的这个发令枪没响啊 这扣了半计以后 砸在那个发令枪子弹上啊 没有声音啊 只能靠大家的肉嗓的 呃 因为都是长跑的 平时是跑长跑的 所以我们的 白米的这种啊 冲刺的话 那肯定动作和专业的短跑运动员 那个是啊 没法相比的啊 我们穿的也都是我们自长跑用的这种 长跑鞋 采用的跑姿 起跑的姿势啊 还是 我们业余选手 常用的一些啊 偏向于娱乐性质 但是大家还是 走到那枪远点 投入了啊 还是非常的投入 我们的第一名好像跑到了13秒 还是12秒 听当时候来我没太注意听 反正大概是13这个样子 蔡班长啊 本来应该是一声枪响 但是枪没响 只能靠这个 手中的红旗和肉嗓啊 100米是从团圆当中啊 挑选啊 这个短跑优势比较强的 一部分团圆进行啊 男女分组 后边就是4成400米的混合建立啊 这个每一组有男队员 有块子的男队员啊 也有些速度慢的女队员啊 有点田记赛马的意思啊 开场的时候前面几队啊 前面几名都是各组最快的 然后中间穿插几名速度慢一些的女队员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又是速度偏快的啊 是这么一个搭配 快慢快啊 北京已经是进入到二福啊 二福的话天气早起的话 温度到还可以啊 就是湿度很大 很闷啊 这个体育场啊 非常的舒服 今天正好是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啊 凌晨 我们这节体育课也 这节这个训练课正好是在这个奥运会开幕的当天啊 第二个啊 我们科我们团的颜值担当啊 刘瑞彤 小伙非常的精神 非常帅啊 当然其他的帅哥也不少 四成四百米 好 我是跑最后一棒啊 最后一棒 然后因为我们前面领先比较多 然后我就后边就比较悠闲自在的就跑完了 速度比较慢啊 我在里边跑的可能是最慢 然后全部比赛结束以后啊 给我们的女子的前一百米的前三名啊 颜名正身 颁奖啊 我们的副团长张鹏同志啊 密云的耳科专家啊 从密云赶过来每次很远啊 耳科说错了 这个说耳科说习惯了啊 是一个耳科医生啊 副团长张鹏 我们的三位美女啊 白米的叫飞凤吧 起的 然后是我们呃 白米的男子组的啊 三名这个飞龙 王岳啊 曾伦鹏 还有何全 我们的副领队啊 傅金波同志啊 颁发这个 一百米的金牌啊 我们的团长啊 副团长 非常低调啊 不怎么愿意在镜头里出现啊 昨天做幕后工作 刚才露了一个后脑勺 朱西山团长啊 好最后这个仨啊 摆了个姿势 哈哈哈哈 我们的冠军怎么能扛起来了 这次训练课到这结束啊 我们还有两堂课 这个训练营就结营了 谢谢大家收看 朱西山团长啊 假议 优优独播交给我们的天明 Nos wach 用 我们 十分之间 我们是 也έλ 谢谢观看